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功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义殉国,结束了大明王朝的276年统治,崇祯帝死后,他的遗体经历了一番曲折,最终被葬在了明十三陵中,这是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也是一个充满了讽刺和悲哀的故事,为什么崇祯帝生前没有修建灵寝,他死后,又是谁把他葬在了十三陵中,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与南宋灭亡之时,数万军民自愿投身于海里一样,明朝也是一个十分有骨气的国家。 崇祯帝朱有俭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的皇帝之一,他在位十七年,面对内忧外患,竭力挽救大明王朝的威王,却无力阻止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入侵,最终在1644年3月19日,于景山上自义而死,年仅33岁,他死得凄凉,身边只有一位忠心的太监, 王承恩相伴,他的遗体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收敛,却因为国库空虚,无法为他修建灵寝,只能将他和他的皇后周氏,以及他生前的宠妃田氏,一同葬在明十三陵中的田氏目的。 那么,为什么崇祯帝生前没有为自己修建灵寝,他的灵寝为什么被安排在田氏目的,他的遗体又是如何被李自成和清朝所对待的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朱有俭,是一位有志气,有才能,有担当的君主,1627年,崇祯继承了大统,立即着手清除朝中的奸命之臣,极所谓的燕党,恢复了朝政的清明。 他亲自处理政务,不辞劳苦,生活简朴,不沉溺于声色犬马,曾经六次下达罪己诏,向天下民众表达自己的忏悔和决心,是一位年轻而有为的皇帝,然而,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他在位的17年,是明朝最为动荡和衰落的时期,内部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李自成,张献忠,高营祥等领导的起义军,不断扩大势力,攻占城池,威胁中原,外部的后金政权,也趁机发展壮大,多次入侵明朝边境,掠夺财富,屠杀百姓,明朝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朱有俭虽然努力抵抗,却无法挽回局面,崇祯16年的正月, 两大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分别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打破了明朝的防线,崇祯16年正月初二,李自成攻克了承天府,金湖北中详市。 在承天府的战斗中,明朝的总兵前重选战死,巡抚宋一鹤自杀,李自成得到了大量的粮食,军械和俘虏,士气大振,他随即进攻荆州,又于正月13日攻下荆州,杀死明朝的总兵刘良左,李自成的胜利, 使得明朝在湖北的统治彻底崩溃,也使得他的军队得到了更多的补给和支持,李自成没有停留在荆州,而是继续向西进军攻占了德安,襄阳等府,扩大了他的势力范围。 正月16日,又一起一军领袖张献忠攻陷了齐州,进湖北齐春县,明朝的总兵李国英战死。 巡抚李国祥自杀,张献忠得到了大量的财务和俘虏,士气大增,他随即进攻安禄,武昌等地,扩大了他的势力范围。 虽然明朝的将领左梁豫采取了坚守城池的策略,试图阻止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但效果不佳,崇祯十六年正月,左梁豫在湖北与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交战,屡战屡败,损失惨重。 他被迫从湖北撤退,逃至安徽池州,与明朝的其他将领会合,试图重整旗鼓,但已无力回天。 3月17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打破了明朝的京师防线,直倒黄龙。 攻入北京城,朱有俭在得知消息后,心灰意冷,决定以死殉国,他在井山上的梅山亭,用一条黄缎带吊死在一根梁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也结束了明朝的统治。 他死时,只有33岁,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年轻的自杀皇帝崇祯帝死后,他的尸体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礼仪,而是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擅自处理,遭受了种种侮辱和冷落。 3月21日,崇祯帝的尸体被发现,挂在井山上的一棵歪脖子树上,身边只有一位忠心的太监王承恩陪伴,大顺军将崇祯帝与周皇后的尸冠移出恭敬。 在东华门势众,以示威慑,这时,原本效忠于明朝的诸多大臣,有的投降了大顺,有的逃跑了,有的自杀了,只有少数人前来送葬,但也没有真正的悲痛。 由于国库空虚,崇祯帝生前并没有为自己修建陵墓,而他死后,因为明臣没有了钱,没有了权,也无法为崇祯帝修建陵器。 于是,大臣们选择将自己曾经的君主葬入他生前最宠爱的田贵妃的墓中,又将周皇后的官果放在了崇祯帝的棺材旁。 就这样,崇祯帝和他的皇后周氏,以及他生前的崇妃田氏,一同葬了在明十三陵中的田氏墓地。 清军入关后,清朝的皇帝顺致为了安抚汉人的心,决定对崇祯的墓地进行修缮,他派人打开田贵妃的墓道,将崇祯和他的皇后周氏一起一出,重新安葬在路马山的司陵。 司陵是明朝的十三陵之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路马山南路,司陵的主人是明神宗朱义军。 他是明朝的第十四代皇帝,年号万历,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曾经主持过万历中兴和万历三大争,但也因为国本之争和旷税之弊而待于朝政,导致明朝的衰落。 然而,明神宗死后没有子嗣,他死后由弟弟明光宗朱常落继位,又因为光宗死后没有儿子,而由光宗的侄子明熙宗朱油松继位,明熙宗是明神宗的外甥, 他对明神宗没有太多的敬重,也没有为明神宗祭祀司灵,因此司灵意志空置,没有被使用,也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和维护。 司灵的建筑和陪葬品也遭到了盗墓者的破坏和掠夺,成为了一座荒凉的墓地,于是司灵就成为了崇祯帝的灵寝,清军还为崇祯帝修建了一座陵墓,名叫列宗孝陵,并重新修建了碑亭。 祭奠,香案等设施,崇祯帝朱油建的确是一个历经图治秦政爱民的皇帝,崇祯帝刚刚继位,就铲除了权倾天下的大太监魏忠贤,拨乱反正,重用明朝头号抗金名将袁崇幻,明朝朝廷焕然一新,可惜崇祯帝性格上有严重弱点,刚必自用急躁多疑,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成为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崇祯帝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自毁长城,先后冤杀了明朝抗金名将袁崇幻孙元化等崇祯的哥哥,也就是上一任皇上天玺,就是一个牧将,一直不离朝政,专搞牧业。 整个朝政,全部被后宫客室和九千岁太监头子魏忠贤把持,朝廷上下乌烟瘴气,贪官乌力横行,砸水磕捐,又是连年的自然灾害,无异于雪上加霜。 于是民不聊生,各个地方起义造反此处彼伏,朝廷财政物理空虚,根本无能为力了,崇祯皇帝为了树立威信,拨乱反正,还一手歼灭了燕党魏忠贤以及他的门声,顿时间令百姓对这位皇帝刮目相看,但是可惜的是, 明朝交到崇祯皇帝手里的时候,已经说得上是千疮百孔了,闻五百官都不听他的指挥,也不愿意捐出财物,只是一味地找借口推托,不仅如此,当时除了人祸,还有天灾、旱灾、蝗灾还有瘟疫不断爆发,仅仅几年的光景,让整个国家变得民不聊生,破落不堪,有一些县城甚至死去了过半的人,但崇祯皇帝作为一个最高决策者, 不懂得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发展和整体规划以及应对策略,反而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操劳那些本属大臣操劳范围的琐事上,这样做皇帝,这样做最高管理者,说来还真不称职,在那内外交困的年头。 只知势必公亲,却拿不出有效的治国方案,最后沦落为国破家王,那是很正常的逻辑,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向北京出发,内阁众臣都说愿意代替崇祯出征,崇祯一律不许,只有到了李建泰申请的时候,崇祯才同意,因为这个李建泰是山西巨富,崇祯想让李建泰拿钱出来募兵,李自成大军距离北京越来越近, 崇祯想要南迁,就和首府周延如商议,并一再叮嘱她要保密,不知为何,伊安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就对周皇后表示了反对,周皇后就把这件事告知了崇祯。 崇祯立即要求查找泄密之人,伊安太后知道说出人命,那人必死,所以拒不回答,仍然有臣下提出南迁,李明锐就极力主张,但当崇祯是首府陈衍拒不表态,因为南迁意味着丢失皇陵, 陈衍想起陈新甲的案例,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一言不发,李自成大军越来越近,崇祯要求把吴三贵的军队撤回来保卫北京,就此询问陈衍,陈衍拒不表态,因为撤回吴三贵意味着丢弃关外领土,这个责任,陈衍同样不敢当,由于众臣不表态,重大决策一拖再拖。 所以,到了李自成占领北京,崇祯也没能南迁,吴三贵的军队也没能到北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